由吴奇隆、宇廷儿、陈哲远、刘依童、聂子浩等人主演的神话新武侠剧 蜀山战绩二踏火行歌被誉为当今甜蜜剧的扛靶子 开播至今,一路向网友泼促洒凉 春节期间更是火力全开 甜蜜恋情逐渐升级 前一集让你感受甜蜜 后一集就让你扎心 情节反转速度之快 人物关系复杂之多变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编剧做不到 本周英南终于向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白骨翼表白 满屏的粉红泡泡十分甜蜜 当大家都沉溺在俩人的美好里时 剧情却如坐同过山车大反转 白骨翼当面捅到英南夺走精灵蝶 网友直呼,被虐到心脏病要犯了 宇廷儿甜蜜表白聂子浩 但木牌对心疼 陈哲远爱情最美不过,狼有情,魅有义 但蜀山战机二终于英南同白骨翼宿命般的情愫 明明两情相虐却一步步进入扎心虐恋 成为不走寻常路的一对 以表堂堂,武功出众,性格温柔的白骨翼 是众人心目中的少年英才 更是于英南的心中的大英雄 之前的剧情中英南视白骨翼为男神 宋情书做爱新早餐 每当看见白骨翼总露出花吃笑 如果不考虑英奇 如果不去想谁会黑化 如果没有反转剧情 英南和白骨翼还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尤其是本周于英南大胆是爱白骨翼 天上的星星越来越多 可是无论它们如何闪烁 我却只能看得见你 你是那片森林里面最闪耀的星星 让网友笑称于英南的表白词都可以作为范本了 于英南的表白真至纯情 而白骨翼就那样含情默默地看着英南 再配以柔情的背景音乐 闪烁的萤火虫 画面甜蜜 恐怕连战双鱼CP的网友也不禁要喊 太美好了 不过内心还是继续心疼于英奇的